本土疫情升溫 中央宣布了北北桃園 所有醫院跟長照機構 現在禁止探病跟探訊 陪病者必須一人違憲 原本這個週末是母親節的 很多家屬想跟長妹們團圓 不過現在為了疫情 也只能暫緩了 陳奶奶說起自己的家人 臉上始終掛著笑容 儘管住在長照中心 兒子和孫子還是常常來聊天 送好吃的 高齡九十八歲的他 起色依然相當不錯 本來我說是每禮拜來 他下班就來給我看 這裡長一床 就是疫情很大 我叫他沒來 他也是過來 體諒疫情嚴重 要家人減少探室 但這回本土疫情升溫 中央再度重啟 禁止探病探室 碰上母親節到來 依舊難免有點失望 姑姑沒來也會想嗎 會想嗎 姑姑沒來 她的腳電就給我 腳電就給我穩好就對了 那個是我們跟我們師兄貝人 來跟他打我的筆帽 不能面對面難免失落 所幸還是能打打電話 透過視訊緩緩響念 原先異異母親節 舉行了三年的全家府拍照活動 甚至出外旅遊等等 也只能先暫緩 已經辦這個活動 已經辦了三年 那每年都請義工 還有我們的專業攝影師 來替大家照全家府 因為疫情的關係 清真室也在我們附近而已 所以距離算蠻近的 那為了減少風險 所以我們先把所有的活動 給暫停往後推延 去年疫情初爆發 好不容易稍稍平緩 想不到這回又再起 家人不能來探視 迎來了最難過母親節 記者王家慶 黃家瑋 台北財分報導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詞・作曲 李宗盛